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欢迎收看CTITalk网络论坛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 我是主持人洪淑芬 这个节目呢 我们从国际的局势来关注两岸的发展 希望透过重磅级来宾的对谈 创造两岸和平的契机 那么这个节目一开始呢 我要请大家先来订阅我们的新频道 你可以在这个YT上面呢 来搜寻CTITalk网络论坛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所有的讯息 这样子呢 有最新的影片上架之后呢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了 同时呢 我们除了完整版一个小时的节目之外呢 也会将来宾重要的论述 剪成十分钟的短板 也方便大家可以来观看 好 首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 淑芬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北京清华大学博士蔡振元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前东华大学教授施振峰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个礼拜 两岸议题的重点就是 大陆两会的涉台的表述 那我们截录了两部分重要的谈话 那我们用时间点来看 那第一位呢是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提到的 我来念一下 因为这段话也相当的重要 他里头提到了 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增建两岸同胞福祉 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在六号晚间呢 最新的谈话 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看望政协相关会议的时候 他首度发表了 他在今年大陆两会期间的 对台的论述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话 就是要不断的壮大 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精神 首先我要简教一下张老师 因为对台的论述 是自自足迹 那你怎么看两位 在北京最新的对台设台的论述 跟过往来相做比较 其中的变跟不变在哪里 你觉得当中有哪几句 是观察的重点 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是 李强就是国务院的总理 还有习近平先生的谈话 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谈话 就是我们上次谈到了 就是王沪林 因为他作为政协主席 那政协主席是负责对台湾工作的 除了习近平以外的 最重要的一把手 所以我觉得如何你融合 这三个人的重要谈话 你可以得到几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在诉求于 两岸的情感的部分 这次比以往来的比较少 而是更多的付出于两岸之间 理性方面应该面对的 也就是这一次在王沪林的谈话里面 没有出现两岸一家亲 这么样一个术语 第二个就是在反独促统方面 包括习总书记刚刚也提到了 反独促统 包括你刚刚谈的李强 也是反对台独 可是在王沪林里面用的就是要打击台独 要打击分离主义 要遏制外国势力的干预 所以王沪林用的字眼就比较强硬一点 而不只是在反独方面 第三个就是谈到促进统一方面 王沪林作为一个政协的主席 他用的话是最硬 包括我们也谈到了 就是当习近平还谈到的和平统一 但是在李强谈到的是和平发展 跟祖国统一 那在王沪林谈的就是 基本上就不谈和平统一了 直接就是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而且要掌握战略的主动权 所以从你这个三个人谈话可以看得出来 那李强因为他虽然是个总理 他是国务院 可是他毕竟他是经济方面的专长 所以他的谈话比较像是以往的谈话的方式 可是习近平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书记 他的是跟以往的脉络是最完全是相近的 也就是最平稳的方式去陈述他的看法 那这三个里面 那最强硬的就是王沪林 就是他的谈话里面 既没有出现两样一家亲 又出现了打击台独 遏制外国势力的干预 而且还想要掌握战略主动的祖国统一进程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观念来看的话 那有一个贯穿给大家都有的 就是还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 以及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来推动两岸的关系的发展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在这些谈话里面的和平统一这个字 相对来讲以前用的是比较少了 那我想他们表达的就是 当然大陆对台湾统一 永远有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这个方法 那在他这个反变的国家法里面第八条 他也列了一个如果要走向武力的话 大概什么样的条件 那包括了这是台独的分离主义的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民意 要从中国分离出去 还是就是特别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要开始促使台湾从中国 分离出去的重大事物 那还有一个就是大概统一 未来越来越不可能的情况下 那这样子的话他会使用武力 所以这三个概念 其实在传达一个概念就是 要不要和平 其实不是取决于中国大陆 而是取决于台湾 那以前大陆一直讲和平统一 就是和平是他自己要追寻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开始 把和平讲得非常的少 而把统一讲的是非常的强硬 那我觉得他的言外之意 就是告诉台湾说 和平统一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但是要不要和平统一 其实不是取决于大陆 而是取决于台湾 那最近的一些事情的发展 包括美国的介入 让两岸和平的契机 是逐渐在减弱当中 所以就出现了像王顾林讲的 就说要掌握战略主动权 然后要打击台独的反对的分立主义 要打击台独的势力 那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从这个力度 就是看得非常清楚 总结一句话来讲 就是和平还是北京的一个主旋律 但是和平 那要取决于双方的共同的意愿 而不是北京单方面的 那北京特别把和平两个字拿掉 我想他的一个政令意图 就是台湾方面 可能面对这个两岸关系的时候 自己可能要走和平的道路 而不要让外国的力量进入 而分离止于太过于强硬 这对两岸关系来讲 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好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蔡老师 因为刚刚张老师有提到说 去追台湾这个部分 尤其接下来是520 赖清德即将要上任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会有一些 善意的回应或是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两岸最近因为 这个惊吓海域的事件 似乎这个紧张的对峙的情况 更加的比以前严峻一些 那蔡老师怎么看 就是这次两会包含了习近平 包含了李强 王沪您的谈话 您的观察 大陆上的谈话 就像刚才亚中教授讲的 基调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不必是因为说他的和平统一 统一前面也没有加和平 太过以关注 你看前一天李强讲和平统一 没有和平隔两天 习近平出来讲又来个和平 所以不用去介意他加什么字 重点是说 他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他要掌握战略的主动权 没有错他北京政府自认为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要解决国土分类统一的问题 他当然要有中央政府的态度 他要有中央政府的战略 他要把握所谓的战略主动权 但这个是他的主观意愿 这个主观意愿行注意文字 的确是如此 但是客观形式的发展 他是有能够多少的掌握 这个是有待每一个段时间的检验 可能没有他主观期待那么满意 如果他帮自己打成绩的话 我看他也不一定会很满意 我们回过头来说 是不是取决台湾 我看这个是在互动中产生的 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取决台湾 举个例子 就赖清德来讲 他的确是靠台独基本教育派的选票 称词上来 拿到了40%的选票以后当选的 作为台湾的领导人 他第一个他要巩固他的基本族 教派的选票 他不可能去偏离太远 他不可能去接受九二共识 因为九二共识对他们来讲 已经被蔡英文废弃了八年了 对于赖清德他怎么可能接受呢 他稳稳的先掌控 他的态度不会跟马英九一样 马英九是说自己的选票不重要 我要去找外面的选票 要当全民的领导人 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先巩固基本选票 而且这个符合他个人的政治信仰 所以不用去怀疑赖清德会在路线上 有太大的骗误 但另外一方面 在中美的格局底下 他当然会用软性的方式来表达 他的政治想法 以及他的政治路线 他不可能偏离到说 让他的台独主义教派 怀疑说他不再遵循这个路线 他要给他们一点期待 给他们一点希望 不能让他们期待落空 这是群众基础的基本考量 回过头来 我们讲说他520会讲什么 其实520应该是会经过 美国人审查过的稿子 他才会讲 你说台湾 台湾的地位 我们不用自己把宏托的太高 我用中国古代历史来打个比方 台湾就是一个 还没有归顺的诸侯国 只不过这个诸侯国 现在想要跟其他的国家 眉来远去 他能不能借着外力 保持一个诸侯国的独立地位 基本上处在这种状态 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一定要在其他的奥远 比如说另外一个宗主国叫美国 他一定要讨好美国 取悦美国 所以他的副手当然要找一个 其中名字有叫美的 而且有美国学统的 有美国国籍的 向美国表达中心 这是一路一脉相传的一个看法 我们要吃美猪 我们要买美武器 然后我们要过美国式的一个 思想跟生活 这是一个基本架构 我认为中国大陆短期内 说要在台湾内部培养出 反独的势力来打破这个框架 掌握战略主动权 我并不乐观 我并不乐观 对于赖清德来讲 要巩固他的权力 就继续深化台独竞争表 这个是他目前看得出来 他想要走的道路 他只是软性的 不去跟你宣布台独 但是能够台独实质化 去中化能做他一定会做到底 也会做到绝 这个不用去怀疑 为什么会说他会这么做 因为他眼看着台湾年纪 每隔四年投票 四年一代 16岁下一次20岁可以投票 他看着他们这些人认同 不是中国人的比例 是节节上升 他心里面就很底定 他有所谓的抗中的群众基础 已经在那边了 在这样的抗中群众 他只会去巩固他 吸收他 然后来对抗一个 还有一点点的 这个亲中色彩的 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也在内部 不断的毒化 所以像这个亚中兄 现在已经开始变 国民党里面 一个万古明灯 看能不能照亮这片黑暗 我是有期待 但是我并没那么乐观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为了争取选票 你有说有哪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曾经公开讲过他是中国人 没有 立委 县市所长 想选领导人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个只是他在一个过渡期里面 在挣扎而已 我形容说国民党是在中国跟台湾 这个夹缝中在挣扎 对于统一的事情 其实我一再讲 这不是台湾人的责任 这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责任 中国政府他一向是说他要统一 每一个时代统一的方法不一样 然后他说要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就会出现一个 相互矛盾的现象 你要遵守和平的路线来达之统一 说有和平就一定统一吗 这不科学的 这个大陆朋友很久讲 做事前要讲科学 谁说统一是有和平能够达成的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要用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来看 中国历史上统一有和平统一 不是没有 但是少数大部分不是和平统一 不是和平统一 所以武力统一他就有一些 自己设定的一个规矩 说台湾这个框架里面不能够 去预约 预约就可能是 但事实上是在武力统一 是武力统一的实力到了没有 他是讲实力 如果今天是实力压倒性的话 你说每台联军来都没什么关系的话 武力统一就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现在就摆当在两边的话 所以他自然有两岸融合 和平发展 所以形成一种说 对于大陆民众的一个交代的现象 共产党政府很努力的推进统一 主动权掌握在手上 然后要和平方式 要和平发展 要两岸融合 然后不要说用武力统一以后 治理上相当的困难 这是他说服大陆人民 所以对于两岸的格局 事实上我是 我们悲观的方向来判断 第一个指标就是 以前在国民党的所谓的威权时代 跟大陆的关系 几乎就是30万的国民党干部 在对抗3000万的工厂男干部 那个格局还是在一个 同样中国人的架构里面 现在民进党的游戏规则改变了 他是用2000多万台湾人 去对抗14亿的中国人 然后他认为不一定会赢 但是这是他们的政治信念 要去堵住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什么 惊吓事奸 他坚持这个坚持那个 事实上他是底层的 真正的内心浅诚的意识形态 就是非台独不可 一定要走台独路线 要对台独信念表忠 所以不可以随便讲是中国人 就像说最近有一些人在网路上 或者在桃园市议会 就质询一个局长议员 他说民进党说 你怎么可以讲视频 要讲影片才对 怎么可以讲视频 就把那个局长订了满头包 觉得视频是中国大陆的用语 用语 不用中国大陆用语 用台湾的用语 所以开始有这种意识形态想要切割 人都小小的地方都要计较 就那个局长可能以前不知道 打了满头包 就刚好有人问到我 因为我有用视频 我就不客气想 你们这些小部分英文很差的台湾人 我是英文非常好的台湾人 影片是Film 日语叫Film 然后这个视频是Video Video翻成视频是正确的 不能翻成这个影片 然后Video 日语叫Video 不信你看日本怎么翻 被我削了一顿以后 现在已经没有人给我挑战了 发现说我英文也不错 日文也不错 因为台语的形成过程里面 有很多外来语 如果说应该计较大陆的名词不能用 我就嘲笑他们 请问你小三是哪里发明的 大陆 土豪是哪里发明的 大陆 靠谱是哪里发明的 大陆 接地性是哪里发明的 大陆 不是这民进党在讲的吗 对啊 民进党在讲的 那为什么光挑影片跟Video 但是你可以知道他们在挣扎 他们想要突破这个架构 我很肯定的是说台独是不可能成功 绝不可能 永远北翔 可是这是两种冲撞的力量 所以两岸之间会有各式各样 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发生 今夏事件只是其中的一环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是不是能够掌握这个主动权 我没有办法判断说他能 也没有办法判断他不能 但是很明显的现在是在过渡期 现在国民党已经退出了 两岸这个争逐的一个角度 所以现在就看共产党跟民进党 怎么来演这场博弈的大戏 然后美国在旁边吆喝 又投机 又吆喝 又想要捞好处 所以美国对中国来讲 不是一个好朋友 对台湾也不是一个好盟友 但是美国又不能不把他当朋友 台湾又不能不把他当盟友 所以这种三角席题 很可能我们可以再看个四年 再看个四年 刚刚也提到说两岸同文同种 在民间这些文化要切割 其实是非常的难的 刚刚蔡老师也提到的这个部分 但是大家比较关注 也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国大陆 是不是会用一种非和平的手段 威吓 有几个数据我们来看到 我要请教一下是老师 因为大陆的2024的军费的支出会增加7.2% 这个部分跟去年的军费的成长率是相同 但是高于经济的预测的成长率 也就5% 跟台湾来做个比较 台湾2024年的国防预算是 6068亿也就新台币 那高出了等于是 大陆方面跟台湾相比较是高出了有12倍 所以大家也很担心 因为现在呢 反读促统这是一体两面 那在今年报告刚刚也提到两会当中 很多大家在讨论 同一前面有没有放上和平的两个字 老师怎么看接下来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大环境来讲 年底美国有一个大选 那至少如果是拜登政权的时候 他有跟习近平有个默契 大家都不要玩两岸这件事情 先稳下来 那如果是川普的话 那就是兴风作浪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是说至少到年底应该 到明年过就了一年应该还会很稳定 至少短期里面 未来四年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赖清德还没有先底牌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内部来 就是中国内部来讲的话 就是说李克强 先讲李克强 因为有李克强的 李强这个有李克强的前车之鉴 谈三道士 大家有印象吗 王毅有没有 那个是2016在美国CSIS的一个讲话 就是说是不是 就是说对岸 就对方的宪法架构有没有 然后他在讲这个时候是在试探 还是有什么弦外之音 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九二共事的 中华民国宪法这样子的弦外之音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李克强就打脸 就像他凭什么打脸 所以你看他会接不了班 是有道理的 好 我先讲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整个过去从小英年任那一次 就是所谓的习五条以来 这个对岸在重大的演讲的时候 几乎就是绝口不提台湾 免得帮民进党 特别是在选举之前 变成民进党拿来当提款机 所以这一次当然是一定要提到 我想说他讲的基本上 我还是觉得是重规重矩 跟上一次跟习五条没有差很多 也就是说在邓小平的一个中国 这样的大目标之下 当然过去有所谓的一国两制 对不对 中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九二共事 是一个妥协点是这个样子 当然国民党或台湾是 民进党是怎么样讲是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觉得他应该是重规重矩 而且当然王富林过去是智囊 对不对 他现在负责这样子的 所以相当程度要当然白脸 要当习近平来做好人 然后黑脸让王富林来 王富林要当黑脸 要当很凶也不是很像 坦白讲 我们来看他讲的那些东西里面 我也觉得也没有很特别 当然我们知道说 你如果是说 每个自用放大镜来看的时候 像我们冷战的时候 对苏联每一次出来那些 苏联头子讲的那些东西 你灰头土脸了 你怎么知道哥巴西会忽然说放手呢 所以也很难讲 不过我们看到王富林这个部分 就是说基本上基调 我们还是讲说反台独的部分一定要 至于正面的要如何来促成和平的 这样子到底是要交流生命共同体等等 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或者是共同市场等等 还是很寒混 我会觉得说 其实那个调子应该 王富林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观察王富林 他是一直在小心翼翼 但是也没有很多的东西 好说我觉得大家事实上是这样 当然现在就牵涉了一个问题 就是反台独 那什么是台独 OK 中华民国是不是台独 你知道有时候偶尔会出现 到底那个是偷尺还是已经定调了 我听起来说 没有中华民国就是九六公司这块 应该是至少短期内是可以接受的 民进党现在除了台独党纲以外 他就是守在中华民国之下 他无所谓 我感觉上民进党就是要取而代之而已 还要当家 所谓的当家作主就是要取而代之 我觉得把他讲上台独 我觉得有一点点太 把他们捧得太高的一点点 坦白讲他们是没有那么理念的 台独的理念没有 民主的饲养就是多数解 大概是这样子 接着就在说 什么叫做统一这个部分 你知道当然我们现在想象的是 一个西方Westfalia的那种 主权国家那种现代国家 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就是 中国传统的那样子操控国 那样子同心园那样子的 刚才蔡正严兄提到说 是不是这个诸侯等等这样的想象 形状是诸侯国的形状 没关系 就是同心园这样子的 以前的同心园是可以两边 操控也可以 还有那样的空间 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说除了政治以外 有经济 地理 文化 历史 我也同意郑延兄刚才提到 就是说现在年轻的 包括蓝领的这些政治人物 对于中国这两个字 这是借慎小心的 坦白讲 那我们其实来讲说 历史中国 地理中国 这是很自然的 不然你要讲什么 中国的南方 比如说我那天开研讨会 又连续有两个年轻 你就会跟我吐槽说 中国南方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讲中国南方就是 中南半岛 我们看到中南半岛就是云贵 云贵 有时候到广西 也许到广东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北部地方中部地方 南部地方应该很清楚 但是他们调到中国 这两个字跳起来了 我也觉得说 你也觉得像在安格尔萨森一样 或者是日耳曼一样 或者是西班牙 中南美洲都是西班牙裔的 我们讲说中国人 我也不觉得是怎么样 看到国就跳起来你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应该有很大的这样的空间 我不觉得 因为民进党只是台湾的 一部分而已 当然现在的反弹 政治反弹是因为有 你也知道台海危机以来的一些 然后就冰演等等那些东西 到底是谁先出手了等等 还是美国才能推不住 我也不知道 我是说大家目前至少 克克气气的 我也四平八五 我也觉得还好 就看赖清德在想什么 好 不过我们观察这次两会 跟过去三十年来 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的 就是在人大闭幕之后 这次也不举行总理记者会了 我要先请假下张老师 因为这个部分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当然很多人去连结 是不是跟中国的三人帮 他们的权力的一个分配有关 包含了习近平李强 跟这个蔡奇这三个人 他们的分工是不是逐渐的在服务上台面呢 这一次没有会后的总理的对外记者会的发言 的确引起了社会上大家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 1988有 然后1989年没有 然后1991年又恢复了 1992年邓小平成蓝军又暂时取消了 那从1993年一直到2023年 几乎每一年都有总理的会后的记者会 也形成了一个惯例 也是整个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 他统治下的整个一些措施 有一个更深入了解一个机会 那这一次没有呢 我觉得大家有几种假设或猜想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假设和猜想 其实在逻辑上都不见得完全成立的 比如说他们说担心这个李强的谈话 万一有跟党中央出现了一些别人 可以制造矛盾的地方 是不是不太好 但是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李强 我们看过他很多的记者会 其实他讲话非常的流畅 而且是非常有经验 我不认为他会在整个谈话过程中 会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李强呢 基本上是习近平清点的 那习近平总书记呢 对他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所以双方面不会在一些问题上 有太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从权力的角度去思考 不开这个记者会 好像在利润上并没有多大的一个依据 那到底毕竟是做了一个改变 而且他们又说未来的人大任期内 都不会再有记者会的 这么一个谈话出现 那我个人的一个揣测 当我不见得我是百分之百正确了 我会觉得说可能北京 现在段已经感觉到几个现象 我觉得第一个现象 就是自媒体事件的整个膨胀的 非常的快速 就是你同样一个谈话 基本上可能在不同的解读上的时候 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也也是言者无疑 可是是听者有心的 我觉得这是会避免它一些产生一些干扰 那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 是处在一种激烈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战略的位置 战略的事情 可能这并不是李强他所擅长的 因为李强毕竟他作为一个国务院总理 他最强的在经济方面 可是当一个记者会现在面临到整个一个 对中外媒体都开放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很多的记者会在这一方面会一些琢磨 那如果你拒绝他们的话 他们也可以写文章 但是如果不拒绝他们的话 可能在谈话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被别人见风插针的一个现象 那再过来就是李强他本身来讲 他的负责是经济 那现在在中美经济的对抗过程中的时候 我觉得大陆现在已经充分感觉说 美国对他是不会散发甘休的 那大陆现在有很多的做法 他是希望隐藏起来 或者不希望没有做成以前 就对外的讲或者对外去张扬 所以我觉得北京在面对他未来 在经济跟美国这个对抗过程中的时候 特别是李强作为一个经济出身的这么一个官员 有些事情是不讲比讲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特别说 未来的几年都没有这个总理的记者会 所以我觉得习总书记 可能是基于一个战略的考量 也就是中美战略的考量 那也是考量到整个自媒体事件 大家可以不断的解读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一句老话 就是为政不再多言 为政不再多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主导了北京的官方的所有思考 所以我觉得经过这几年 包括中美的强烈的对抗 那美国现在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渗透 或者一些透过一些人的一些表述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对中国大陆的确产生一些压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就静下来 把姿态放低一点 没有必要不做对外的一些发言 大家闷着头干 所以我会觉得这可能是 这一次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也就是20多年来 第一次开始流转 而且不是这一次流转 而是未来几年可能都是这样子 也反映出未来之间的中美的对抗 就是美国受到全世界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时候他必须把他先静下来 避免对外多言 而把重点放在了就是说多行 而不是多言 所以减少对外的谈话 而埋头苦干 尽量在实力上能够做突破 我可能觉得这是北京在面对现在问题 他的思考的一个主要的逻辑 但是有些人还是会把这个三个人的分工 做一个权力上的分配的一个观察 我请教一下蔡老师怎么看 因为有人认为说 李强他没有在这个会后的一个记者会取消之后 那是不是呢 主管这个经济的李强 他的权力是有被削弱的情况 他作为一个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员 又是大陆政府的国务院总理 这个双重角色 基本上权力已经到达巅峰了 没有所谓的谁能够削弱他的权力 因为他就是二把手 你说二把手难道会其他人吗 如果没有其他人是二把手 他就是二把手 二把手跟一把手习近平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很多国家里面总统跟总理之间的关系 大陆国务院总理已经高很多了 你看看法国的总理 你看看韩国的总理 都有总理其名无总理其识 事实上台湾的行政院长更不用提 那个简直是像李登辉讲的帮我跑腿 所以这个杰测选 但是就为一个大陆上习惯上 很多事情都是由中央政治局 来做出讨论 而不是哪一个人找几个什么核心幕僚 商量去做出来的 所以他的体制相对的稳定 所以我不认为是因此而削弱了 李强的权力 就像刚才亚中教授所讲的 这个经济失误复杂万端 房地产问题他要处理 银行问题他要处理 外销问题他要处理 国民消费问题他要处理 日理万机 就可以把一个人的精力全部都烧光 所以他当然没有力气 他就管什么外交国防两岸 那就总书记 你就自己端着去忙吧 那个更风险更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没有所谓的削弱权力的问题 我看不出来说丁薛祥王沪宁 能够在刚才我讲这块领域里面 有什么太多可以压倒线他的意见 大概也没有 就经验来讲他也是最丰富的 他至少干过方面大员 其他人可能中央政治局里面 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像他干过 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 那么多的省长 他几乎都在繁农省份里面 打滚出来的资历 那个经验不是一般人能够取代的 所以这个观点我是不认为 但是我是觉得 他们这样的考虑太保守 很可惜 因为毕竟总理的 公开的中外记者会 是一个对全世界宣答 中国立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李强口才很好 你以为外国媒体 两三项就可以把他 弄得很尴尬 不会 他以前在上海在江苏的时候 面对那些外国记者 问题没有 而且很强 你说会不会比较尴尬的 什么美国问题 这种东西就形式走过场 就总理来讲 他没有必要打你太细 所以我是觉得很可惜 放弃了这么一个 很好的宣传的机会 虽然有很多自媒体会给你解读 你不开戴会解读 那你何妨就是直接的 抢的麦克风 抢的摄影机 当主角对全世界做宣传 因为你中国大陆很多 可以太多宣传了 全球文明 世界共融 对 新的时代新的秩序 我经常喜欢用中国古代的 概念来解释 你就公开讲 像我前几天提的 为什么中国对菲律宾的态度那么软 然后对惊吓事件 对民进党当局那么软 其实概念上就是一个 中国以前在春秋时代就出现过 叫称雄不称霸 什么叫称雄 我的拳头一天比一天大 我哪在乎 但是我不需要你整天拿出来 跟那些小弟们在那边 撸来撸去 不需要 就是称雄不称霸 他还讲说中国永远不称霸 反正美国你未接你想当老大 就端在你那边当老大 但是就我中国崛起的 这个雄壮威武的地盘里面 我至少也是个堂口 对不对 你是帮主 我是个堂口 我堂口的地盘 你不可以随便来弄我 现在唯一的争执就是 台湾是我的电还是你的电 先弄清楚一点 现在台湾的问题 其实也慢慢有一点 很清楚的架构出来的 就是美国继续去管控 台湾的国防军队买什么武器 甚至美国会管台湾军队的升迁 真的都在管这个 美国管得这么细了 可是外交可就不一样 外交是大陆收了算 你要参加哪一个组织 大陆收了算 你要参加哪一个国际活动 大陆收了算 你人家举办体育活动 哪能够举办不能举办 大陆收了算 谈外交问题 你能够用什么代表处 什么东西去哪里设 也是大陆收了算 我们这个就很委屈了 当年曾经在东欧大厦汗马功劳 但其实在台面上已经 比当年他在当外交官的时候 更加清楚 外交就是大陆收了算 包括美国讲了老半天 要帮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他有没有去帮台湾 多拉一个外邦交国 没有 他有没有帮台湾 在联合国里面提什么案 没有 躲得远远的 就表示说中美两国 在慢慢势力对垒之后 慢慢形成了一个默契 一个默认 外交问题 你中国因为一个中国原则 你就去弄 国防问题 我要卖什么武器 我也不告诉你 但是原则上不会卖对你有威胁的武器 所以台湾买了一堆200万个手楼弹 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台湾干嘛 就是在这种架构底下 从哪听一点台湾在混日子 真的 你说要期待台湾走什么和平路线 台湾每一个政党的领袖 每一个要选领导人 除了亚中兄有方向 有目标以外 其他人都是用政客方法在混日子 是为了选票而已 当然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不只为了选票 还希望说不要给大陆扭来太大的麻烦 也不要给美国太不高兴 就是事后公公事后婆婆 这种小诸侯的命运就是这样子 所以台湾现在是个小诸侯的概念 是 我这样形容也许很多台湾人不服气 事实上你整个看这个历史架构 就是你就是个小诸侯 只是今天要归顺中国 还是要听美国的命令 这样的处境 你跟他年轻人讲 他根本就是觉得 伤害他的自尊心 像刚才施教授讲得很传神 中国这个国 因为台湾不能独立援英 就是因为中国 所以这个要跟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有敌意的对象 要想办法在各种角度去抹黑 去鄙视中国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来提高自己 作为一个台湾人的尊贵 所以因此我就有理由独立 我笑到一句杀三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的看法 是不是逐渐慢慢的在改变 尤其是台湾这边的民间的一些看法 因为最近有一位百万网红叫钟明轩 他到了中国大陆去旅行 他到了上海 到了北京 结果他在旅行之后 他做了两段影片上传到网路上 这两段影片将近都有百万的观看人次 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百万的观看人次必不太多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算是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浏览量了 但是他在这个影片当中 他有提到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他对于大陆以前一些刻板的印象 完全的转变过来 但是没想到他在这个影片上 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述之后 没想到被北京上海的影片 他是上了大陆的官媒 结果反过来 遭到了台湾这边很多网友的质疑 说他是包装的中共大外宣 亏他是一个有被利用价值的笨蛋 在岛内其实引起了正反两方不同的评价 我要请教一下施老师 老师跟这个年轻人也经常在一起 很多年轻人在台湾 是不是对于中国大陆 其实有很多刻板的印象 但是就这件事情 实际上去做了交流之后 才发现原来跟想象的是很不一样的 我可以先不敢说补充了 刚才咖喚一下郑元兄提到的 其实我会觉得说 坛口太强了一点点了 如果说我们是小诸侯 那日本领土也是大诸侯吧 对吧 是美国的小弟 毕恭毕敬的 OK 好吧 我们是浦湖在地 我是觉得说中国传统一个是 远来敬越 坦白讲 更何况说我们 我们说如果是处兵格表的话 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就是 有时候叫做远亲也好 对不对 敬临 对不对 有时候像我们路口老家 叫港帮头来 你知道我们看那个姓氏 那个排行都知道 那是很亲的 只是说 但是你的那个亲戚太多了 对不对 OK 好 我是这样讲说 好像坛口稍微严重了一点点 全力降过 OK 好 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中国这个部分 我那天还跟一个朋友 蓝营的朋友在讲 吃饭就在旁边讲说 我觉得很奇怪 台湾就是400年始 当然400年始很重要 原住民很重要 那个是我们一部分 坦白讲 你讲400年始 原住民是1000年 当然另外一是 因为那个前面的部分是 口述史没有记录了 坦白讲 蔡老师对于台湾史 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著作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就是说 至少 我说除了我们原住民的部分的话 那汉人的部分 其实那是抹杀不了 至少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东西 我还不管讲说 关公 马祖那些 就是春秋战国那些东西 都是还是在我们里面的 你没有那些东西 还有什么可以讲 你知道西方人大概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圣经 你知道他们在讲话 就讲圣经 再不来就是讲莎士比亚 你其实是美国200年好了 他们真正能运用的东西也不多 所以你知道如果开始 在讲的那些东西 都讲安格萨克森的时候 难道说这是我们英国的吗 你不要来 你不能可以讲吗 所以刚才在讲土豪 我也不认为那个土豪 是现在才有的 以前日本时代清朝 就有这个名词的 我是看过那个用字潜词 所以我现在还要想一下说 到底这个字可以不可以讲 这个字到底是不是 中国塑造创造的 你知道语言这个东西 是约定俗成吗 不出的时候我们就用吗 其实我们有一些东西 一些名词 科学名词 化学名词 可能早期有一些是来自于日本 但是日本又可能是来自于中国 那个是交流 大家知道在清朝的那个时候 或者革命的时候 其实很多日本人跟中国的革命分子 他们是可以比谈 语言不通是可以比谈的 对不对 人家日本那时候天皇就讲说 我们是 哎呀我们是 你知道我们是雪融以水 你知道那个时候天皇说 你该要跟中国翻脸吗 同用的 我们真的是如果那些都没有的话 你知道像我们的老家是在厦门 你知道就是在厦门 古浪雨 那当然还有那个十字字 又更早一个块 对不对 那其实像我爸爸就会 你知道我祖母就会跟你讲 我们祖父在九塞 我爸爸跟我讲说 我曾祖父的爸爸是这个 就是 泉州人 不是泉州 不是泉州 泉州在过去在那个 很会做生意的那个叫做 中国很会做生意的 在一代世界上 一时计 福州在往北叫什么 温州 温州人 我爸爸跟我讲说 曾祖父的妈妈是温州人 很有钱 可以追溯网上不断的在追溯 没有很有钱 很有钱 因为我们以前开钱庄 福州也开 在温州也开 是本主义 没有 你知道那个东西就是 你也知道 那个做四百年来那种大航海 你要去收购 你就是没有银行 就是一定要有这样 没有 我意思是说 像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你就否定你不觉得 那你未来你知道动辄得救 你知道你要怎么样 描述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到底是教育出问题 还是哪边 人家包括韩国跟 日本都用汉字 很多东西 他们搞不好 那个中国传统的四十五金的东西 他们留在他们的家 他是认为是人类的共同财 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 把自己好像穿小鞋那个样子 所以我不太理解好吗 就是说民进党台独无胆 但是对文化中国 地理中国 历史中国那个牌具 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他会说你是支那语言 我听说 这些人其实你也知道 支那以前本来是中性的 你看中南半岛也是这样 但后来变负面的 人家不要的你干嘛 一定要用人家的负面 因为日本跟中国是不好 对不对 你干嘛要故意去丑化 我觉得是很坏 我们也许这几年 因为有国共斗争 或者因为9596 那个不好的经验 想办法要怎么样来拉近 你知道想办法要了解彼此 都已经很不简单的 你干嘛要故意去用负面 我是说如果有机会我也要去 但是其实我过二十年来 二十几年来 习近平还没有上去之前 就一直有人要找我过去 其实我不怕老共 因为我在海外开会 你会被你中明轩递 没有 我在海外的时候 都因为我们有学术研讨会 都有中国学者 我们都谈得来 坦白讲 我们一些价值观是相见 我很怕回来 被那些台派的民进党大帽子 好吗 老师所以这一次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看到 百万网红钟明轩 他就是因为到了中国去旅行 结果他觉得大战 北京真的很跟以前不一样 很大战上海 跟他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回来之后 他就遭到了一些绿营的围剿 但是对于喜欢大陆 对于大陆的印象改观 这有错吗 到底是进入到了谁 我可以比喻一下 我可以做一下好了 其实我们都把李登辉总统 当作一个大日本人 等等那些东西 然后日本人好像也崇拜他 因为日本人说 我们以前都说有日本精神 日本人做事就说意就意 但是后来发现说 日本人发现 真正有日本精神的人 都不在日本 一个在秘努 一个在台湾 滕森 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 那个首相刚刚往生的那一位 他那时候下台的时候 就来台湾找李总统 他跟他请医 然后我们也看到 李总统也到日本去 安倍 对 安倍 然后李总统也到日本去 不好意思 我对日本没有很特别的 敏感度不够了 然后但是李总统 曾经跟我讲说 他其实他真的 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去 你知道对他来讲 一个像往那种东西 李登辉跟你说过 他跟我讲的 他想去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要记得 日本时代很多 台湾有一人叫半山 有没有 就日本殖民统治 你没办法翻身 即使你念了东京地大 本来是应该告诉各部会 你就进不了 只能到拓子省 你也知道拓子省 就是到总督府去 然后就没事让你干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人 就跑到中国去了 吴卓流好多人都去 所以同样的 那个时候是一个 让人向往的那些地方 当然有些人参加 大部分都参加国民党 然后有一些 甚至早期还有一点 像邻家就有人参加革命 然后他后来也有一些 少数参加 市民参加共产党 所以那个是合理的 就好像阿尔及利亚 当时的那些 所谓的啃子者 发白人的 他们后来也是要到巴黎 去参加参与这个方法 去那边学新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 周明轩就比较特殊 我补充一下 周明轩因为他被认定为 是绿营的人马 他曾经帮蔡英文 做各种宣传工作 然后取得很多年轻选票 所以在所谓的独派 台派 台独派 不管他怎么称呼的人里面 他说周明轩 你怎么可以说中国好话 你去中国回来就要大力批评中国 要说中国的不是 我来打一个光谱现象的一个比喻 如果是今天 这个亚中兄 近大陆拍了很多影片 会来赞美大陆的一个建设 会有人来批评他吗 不会 他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 很正常的一个 反而他去把大陆说一顿 才会引起绿营的兴奋 对于施教授 他刚好在中间 他很客观 因为他有很多人认为 他是绿营出身的 所以他谈中国的好 他们也不会太生气 为什么 他也整天在批评台派的想法 所以他是属于一种客观的 没有立场的批评者 周明轩是认为 在光谱的另外一边 你是叛徒 所以你有个特别激烈 所以绿营非常非常的 难以接受 你怎么可以讲大陆的好呢 对 你人家要学外省第二代 王定宇一样 整天说中国的坏话 都象征了你对台独的忠诚 这是他们要求的 一个基本的态度 但是我们看到周明轩 就说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大陆 他的确是改观了 所以他很诚实的 很忠实的去讲述 他内心的一个转变 难道这样子也有错吗 我觉得这个转变 其实是 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来看 它是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刚刚正风兄 他也在谈到了 其实民进党一直强调 所谓的多元文化 包括我们的赖清德 包括我们的蔡英文 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 他就讲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 包括被荷兰西班牙 还有被日本殖民统治过 当然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也来了 现在跟美国关系很好 就站在民进党 现在主流论述里用 他用一个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 但他这个多元文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他叫削弱中华文化 对于台湾的一个影响力 包括我那时候 跟各位两位讲 我那时候在编教科书的时候 我在教科书里面 我就写说台湾是一个 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 可是这句话应该很合乎道理 可是他就硬要把中华文化为主体 这几个字要给他拿掉 他就要强调多元文化 所以民进党的多元文化 其实在去中国化 我想这是第一个整个一个背景 第二个在前几年的时候 两岸之间的交流 大概学生很少去大陆都交流 年轻人很少都交流 大概都是企业界的一些往来 这几年来有几个现象发生的 第一个台湾这种多元文化的教育 其实让我们的年轻人 产生了一种文化的一种虚无感 因为好像什么都有 但它缺少一个文化方面的 一个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 这个是民进党所希望看到的 可是这有一个现象就产生了 当台湾的年轻人 他没有一个核心的观念的时候 他在接触外面新的东西的时候 所以这些年轻人会感觉起来说 这跟我们以前在台湾所受到的 那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给我们灌输的东西 好像是不一样的 我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他们现在去大陆 跟他们在台湾听到 这些政治人物讲大陆 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然后现在在台湾年轻人 他什么 他很多的事情来自于自媒体 包括大陆现在很多的影视方面 台湾的年轻人 其实看的非常的多 你说拍一部繁花 台湾看的人非常的多 大陆很多的好的节目 台湾也在阅读 对一些现在民进党 当时所塑造的这一群的 一种文化的多元的 一种虚无的中华主义来讲 台湾反而是什么 他很容易去接受 因为民进党所造的那一种 去中国化的多元文化 它其实没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你把中华文化去除掉以后 请问一下台湾的多元化 还剩下什么 我们这些年轻人写的书 我看得也很好 你说荷兰对台湾影响 荷兰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就是一个陆地甲的概念 对吧 一甲地一甲地 我们是用荷兰来的 但是荷兰的一甲 跟台湾的一甲 差了几千倍 那你说西班牙 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你在北部 说是什么传道士 有4000个台湾人受洗 可是整个人家 出来的资料里面 没几个做到的 了不起我们现在会吃 西班牙的菜很好吃 我们喜欢吃日本料理 我们喜欢吃外国的东西 但是这跟东西文化没有关系 文化是牵涉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牵涉到一个历史史观的问题 完全没有 所以民进党这几年来的去中国化 反而把台湾的年轻人 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再去 怎么讲 没有一个主体性的台湾文化 当没有一个主体性的台湾文化的时候 其实台湾年轻人到哪边 它反而造成另外一个现象 它吸收能力很强 所以这就是民运党的去中国化 反而造成了台湾在台湾 失去了一个主体性的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大陆他这几年来 他的隐私早几年是韩国 这几年是最早是日本 到韩国 现在是中国大陆 这几年大陆的强势的 隐私的文化输到台湾来 那年轻人当然就接受了 所以我认为说像钟明轩 他这次到大陆去 当他现身注意看了以后 他发现人家有可取之处 然后他其实在他的语言中 他接受中华文化又非常的快速 因为包括我们家里面的祭祀 包括我们的宗教信仰 其实很多跟中华文化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钟明轩 他其实反映出了一个 就是民运党这几年的 去中国化的教育 其实是失败的 然后他把台湾跟大陆 作为一个敌对的方式 可是台湾去大陆 基本上没有问题 当台湾年轻人看到 大陆这几年的经济发展 文化方面的多元 所以说这些钟明轩 像他们这些人 他会有自我反省 然后他自己又是自我的媒体 透过的媒体又跨越传统的 以示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 其实非常值得大家观察的 也就是在文化两岸交流 互动过程中的时候 由于这几年的民进党 把中华文化给他拿掉了 这让台湾在未来跟大陆 在竞争过程中 不只是经济方面输给了大陆 可能在文化的权势权方面 文化的主导权方面 我们都束手就服了 反而败坏了台湾未来 在文化产业上 一个大放光彩的机会 也就是断掉了 以前在90年代 80年代 台湾的文化是引领大陆的 包括我们的流行歌曲 包括我们各方面 我们是带着大陆走的 可是现阶段来讲 我们可能慢慢慢慢的 已经被大陆追上了 甚至年轻人觉得大陆的文化 可能才是值得我们去观赏 去欣赏的 而台湾那个本土文化 它由于缺少中华文化做支撑 它只有这边抓一点 那边抓一点 那边抓一点 到了最后整个中华文化 在台湾的台湾的文化 它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民进党真的是在文化上 他的文化台独是成功了 但是让台湾的文化的 未来的前景是黯淡的 让台湾在整个 华人社会里面的地位 是外面在滴落的 所以我常常讲 民进党真的是对不起台湾 对我们看到 就是说两岸彼此之间的 民间的交流 除了刚刚张老师所提到的 像是影视的方式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 自媒体的方式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让两岸彼此之间 消弭一些起见的好的方法 我今天要请教一下蔡老师 像是周明轩他这样的 一个自媒体的方式 他去如实的去告诉大家 他所见到的中国 现在目前是一个 什么样的样态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 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可以用 采取这些方式 然后比如说像可以让 更多的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 了解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 其实反而可以让彼此之间 可以更加的理解跟了解 台湾的年轻人到中国大陆 走走看看不是问题 没有任何证兆 没有任何汗格 大陆在这方面 对台湾是百分之百开放 相对的台湾是对大陆 百分之百封锁 这是两相对照 因为就一个台独政权来讲 他们的想法是说 台湾岛离中国大陆这么近 那宁可越隔阂越好 宁可双方误解越大 对它越有利 宁可越不交流越好 所以大陆每一次 或者国民党长 我们加强两岸交流 在民进党的思想里面 你们交流是有害 我们台湾的主体性 简单讲就想台独 两位刚才都分析得很好 他的文化中心是空的 因为台湾岛98%的人口 都是汉人血统跟汉人文化 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去编造一些 我们不是汉人 我们是混血 我们是什么荷兰混血的 西班牙混血的 说到两个字鬼扯 可是他必须要这样才生活 他对台独的理念 才能够有一个文化的支撑力道 所以朱高生讲对 政治是高明的骗数 只是台独骗数不高明 才会上下不接气 现在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他们对于说 任何想到中国大陆去着访 念书认经商的人 他们看起来你就是可能共敌 所以什么反胜透伐 什么一大堆来的 现在就是民进党 透过这些想要去管控台湾 年轻一代的思想 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因为台湾年轻人觉得 你再说谎 可是这个选票又回不来国民党 这选票跑到一个怪咖 柯文哲身上去了 这是一个模糊地带 你可以看到这种一种政治选择 大陆上如果说 有更多的台湾的这些什么 像馆长 还有这些所谓知名的自媒体的网红 去参访大陆 可能会有这种效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发现到有一些反作用出来 很多台湾人年轻人 的确如亚中雄所讲的 在这种各种程度方面 竞争力是比较差了一点 他大陆去的话 面对大陆那么强劲的内卷的 内卷就是大陆用意 内卷的竞争力的时候 他们会有高度的挫折 高度的挫折就会把大陆形容从 什么野狼的社会 然后等等的 那回来台湾就是很安逸 所以他反而会对大陆采取一种 一种想要敌视 然后要证明自己 然后去诽谤大陆的 这种心情年轻人有没有 有啊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两岸要彼此多的了解的 还是要多一点的交流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所制作的优质的节目 可以让大家提供一些比较高度 比较宽阔的视野来洞悉局势 那我们的节目呢 有几个播出的时间 在这里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包括了在YouTube的 CTI Talk网络论坛 还有中天电视 在礼拜六的晚上的八点钟上架首播 那另外在晚上的十一点钟 中天电视中天新闻 也会有大直播的播出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重磅的分析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嗨 欢迎收看中天整点新闻 你好 主播李沛轩 星期天下午的五点钟 由我来为您来报告 这一小时的新闻 最前线的新闻内容 所以欢迎大家 我们的170